要说世家现在还有什么知名的游戏 我会想到如龙 然后 好像就没有然后了 但是其实在八九十年代 世家的游戏研发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厉害 当年我们玩到的那些MD上的经典名作 比如超级忍 怒之铁拳 三国志猎传等等 基本上都是世家本社开发的 而即使到了土星时代 世家的开发能力也依然厉害 樱花大战就是他们的最高杰作之一 这个游戏的初代诞生于1996年 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模式 把恋爱养成和战旗两种完全不同的元素 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 主人公大神一郎 是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愣头亲 被分配到一个叫帝国华集团的秘密机构 带着满腔热血前来的大神一郎 却发现这个所谓的秘密机构 居然是一个戏班子 里边的主要演员总共有六个女孩 个个都是人才 真公司应作为第一女主 她长得漂亮 说话有好听 唯一的缺点就是皮有点黑 玛丽亚是一个人高马大的俄罗斯女的 冷酷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受过伤的心 需要男主慢慢的抚平她的创伤 同岛是个男人婆 第一次见面就展示了远超大神一郎的力量 单手撑起了倒塌下来的舞台柱子 神奇景是一个穿着大胆 作风泼辣的小姑娘 她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 实际上是大财团神奇重工的千金小姐 爱丽丝是一个外国小孩 整天抱着个洋娃娃 撒娇卖门之外还会恶作剧 跟她交流的时候需要一点耐心才行 李红兰是一个中国来的技术宅 穿着旗袍 操一口奇怪的关东腔 会修理各种机械 樱花大战的玩法很独特 它是以张回体的方式进行的 类似于肥皂剧 在每一张开始的时候 男主都是在大剧院里 一边打杂 一边跟周围的女孩沟通 不停地出现各种选项 只要选对了 就能够增加别人对你的好感度 这是标准的恋爱养成游戏的玩法 而到了每一张的最后 都会有一场战斗 这些演戏的女孩 全部变身成战斗员 大家乘坐一种叫光武的 丑八怪机器人 去迎战妄图毁灭世界的坏人 这个时候游戏又变成了 标准的RSALG的玩法 在沙盘上控制我方的几台光武 一格一格地往前走 和敌人进行战略博弈 如果你平时的情商高 在剧院的时候 跟每个女孩的关系都很好 那么大家在战斗的时候 干劲也高 会有能力加成 靠近之后还能发动 威力巨大的合体器 当年的游戏都是日文的 因此我第一遍打的时候 是跟着攻略走的 那个时候电软上面有一篇攻略 详细到把每一个选项 应该怎么选都写了出来 作为当年国内最权威的杂志 我当然是选择无条件地相信他们 幻想着通关之后 跟Sakura在一起的样子 可是最终结束后 却发现自己跟男人婆同岛恋爱了 这个结局 当时让我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显然写攻略的人是在玩我们 可是又发作不得 毕竟人家并没有说 这些选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只能从头再打一遍咯 那个年代的电软经常做这一类的事情 要说有什么大错 好像也没有 却一次次的降低自己 在读者心目中的权威地位 最终被后来者UCG彻底取代了 樱花大战初代在日本的销量 是35万套 二代则是系列的最高峰 50万套 如果光看销量的话 那么冲击量只能算是还不错而已 但是这个系列居然不可思议地 有着很多游戏以外的人气 不但有各种OVA 居然还有公演 也就是游戏里边的声忧 靠死成游戏人物的样子上台演出 据说大多数的场次都是爆满 并且连续公演了很多年 在2002年 神奇景的声忧因为结婚怀孕 居然还单独为他举办了一个退出公演 实在是厉害呀 我还记得十多年前 这群人来上海表演 我朋友激痛万分地拉着我陪他一起去看 但是说句实话 对于这一类的演出 我确实不知道看点在哪里 声忧再美 也美不过游戏里边的卡通人物呀 何必去毁三观呢 不过也必须承认的是 在这群配音演员当中 为女一号配音的横山至左 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呢是必须要承认的 樱花大战123我都打通过 其中初代和二代都打通了不止一遍 因为在当时 这种可以和不同女孩交往的恋爱游戏 对我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只不过时代在变化呀 2000年之后 RSLG这种类型迅速没落 如今除了火焰文章的销量还不错之外 大多数90年代的名作 都消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了 恋爱养成类型的游戏 同样是越来越少 这些传统的游戏方式 被更加简单的割草动作游戏 以及能够快速匹配进行网站的FPS 逐渐取代掉了 樱花大战这个系列 在经历了二代的最高峰之后 也逐渐开始走下波路 销量一代比一代差 2006年最后一座正统续作 樱花大战5推出后 就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了 虽然还是陆陆续续的 有手游外设在延续着它的生命 但是谁都知道 这个系列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它的四代和五代 我当年都玩过 但是都没有能坚持打通关 因为在一堆简单快速的游戏面前 连我也对这种传统类型的游戏 失去耐心了 没有能坚持到底 我曾经做过一期樱花大战的视频 当时以为这个游戏 肯定是不会再有什么续作了 是准备用视频怀念一下它的 但是凡事都没有绝对 听名字就知道 这个游戏估计是结合了 原创和情怀的重启之作 不过呢 它始终还是放弃了SARG要素 战斗变成了纯动作模式 面对蜂拥而来的大量敌人 挥舞机器人手中的武器 像割草一样干掉它们 人物有一根怒气槽 当积累满了之后就可以放大招 同时在每一场战斗当中 花族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组队行动的 可以像《大蛇无双》里面那样 随意换人 场景的设定也跟三国无双极其的相似 每到一个地方都必须要完成指定的任务 比如说干掉敌将 或者是消灭全部的敌人才能够继续前进 类似于三国无双里面的开门系统 不把指定的武将干掉 后面的大门都是关闭的 总之它玩起来的感觉 大概就是个机器人版的三国无双吧 作为一个对无双类游戏 已经彻底玩腻的人来说 这个游戏里大多数的战役 我都是昏昏欲睡 唯一觉得比较好玩的 大概只有中期的华鸡团大战了 日本的帝国华鸡团 要和来自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华鸡团 进行三位三的决斗 打起来的时候 画面上的一切都乱作一团 各种火光爆炸满天飞 看上去很爆笑 又觉得很热血 并且由于在战斗之前 都会浓墨重彩的对这些对手进行介绍 和男主之间也有很多的对手戏 因此在最终击败他们之后 会很有成就感 其实新樱花大战的战斗方式 肯定是必须要改变的 不然在好不容易谈完了一场恋爱之后 还要再进行漫长的SLG战略部署 现在的年轻玩家 恐怕是没有这么好的耐心了 只不过改成这种廉价感十足的 无双割草模式到底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当然了 这个游戏除了战斗变成了三国无双之外 平时在剧院里的活动 还是跟初代完全一样的 樱花大战这个系列 既是以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础 但是又是架空历史的 它的时代设定是在日本的大政29年 也就是1939年 那个时候现实当中的世界 正在爆发二战 可是在游戏里边 日本人 英国人 德国人 中国人 大家其乐融融 欢聚一堂 共同为了守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着 游戏刚一开场就是情怀 在帝国大剧院的门口 迎接男主的是神奇景 当年的神奇景 被我们戏称为风尘女 它无论是造型还是配音 都令我印象深刻 特别是标志性的笑声 更是很有魔性 不过23年过去的话 它的声忧负责美智慧 已经快要60岁了 声音变得相当苍老 也没有了当年的爆发力 为游戏里才33岁的神奇景配音 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了 所以游戏里边的景 也从风尘女 变成了端庄大方的模样 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严肃的小声说话 它接替了一代里边的老头 成为了新一任的 帝国大剧院院长 它当年的那些同伴 当然都不在了 大剧院里边换了一批 新来的年轻演员 女主从真宫四鹰 变成了天宫鹰 因为游戏的名字 就叫鹰花大战嘛 所以游戏的女主 尽可能的都得叫鹰 也是蛮尴尬的事情 东云初慧呢 就是男人婆同岛的翻版 不过比起当初 同岛的黑幼壮 她的外形倒是 多了一份性感 这个改变啊 我觉得不错 望月记跟当年的 爱丽丝一样 是个小孩 不过身份变成了忍者 她的很多搞笑剧情 我都笑不出来 演出不太自然 反正就是感觉 不如当年的爱丽丝 那么出彩 这个人叫安娜塔西亚帕尔玛 名字真的好长 人设是希腊的著名演员 但是感觉跟当年的 玛丽亚很相似 外表冷漠 看似很难相处 其实她的选项都简单的很 克拉利斯的人设是个老外 不过这只是外表 她的一举一动 都是十足的日本人 也是游戏里面 最做作的一个角色 各种过场演出 经常让我的鸡皮疙瘩掉满地 戏院里边的人物 虽然都换了一批 但是这座戏院的结构 跟当年基本上一样 还能够见到熟悉的澡堂子 毕竟是以恋爱养成 作为卖点的嘛 澡堂子这种暧昧的地点 自然是少不了的 能够创造出不少搞笑的剧情来 这座大剧院 当年是以一张张的图片拼接而成 如今则变成了3D的 可以在里边随意探索了 不过画面表现力就一般般了 很难用精致来形容 路上看到有感叹号的地方 意味着会有事件发生 感叹号分为大感叹号和小感叹号 大感叹号是剧情任务 一定要做的 小感叹号都是可去可不去的事情 如果你去了 会发现也确实都是一些屁事 比如坐在院子里面 陪某个女孩看星星 去外面帮某个女孩买甜食等等 如果做的正确 就可以增加对方的好感度 偶尔也会出现 比较无厘头的好玩桥段 比如因在洗澡的时候 男主会突然闯进去 讲故事安慰他 并且说 你这是在做梦 我其实并没有出现过 非常搞笑 新樱花大战里面到处都在卖情怀 满地都是照片 捡起来就可以看到 前几作里面的各种人物 这个系列此前都是 藤岛康介绘制的人设 对于本作更换画师这件事情 网上很多人表示不满 不过这一点 我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日式的卡通人物 在我的眼里都长一个样 要说我对这款新樱花大战 最大的感受 那就是尽管把战斗 换成了动作模式 但是好像还是不太符合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 开始游戏后 要经历一个多小时的各种对话 演出 才能够进入第一场战斗 我当时在想 这个铺垫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后来才知道 这一作恋爱养神部分的内容 是要远远多于战斗部分的 每次打个架 十来分钟就结束了 其他时间都是在乱逛 打牌 恋爱 这些才是游戏的核心内容 第一作的女主 真公四鹰 在本作里面 以假面反派的形象登场 跟现任女主 天公鹰 展开了对决 这些桥段 也实在是让我兴奋不起来 因为结局都很好猜 她如果真的是前作的女主的话 最后一定会出现一大段 洗白的动画 让她恢复本性 而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最终一定会被干掉 反正无非就是这两种结局了 在日式的游戏里面 基本上是见不到第三种结局的 所以真的很难产生兴奋感 说到演出 这个游戏的剧情动画 在第一次玩的时候 是无法跳过的 每一段都必须要强制看完 虽然比较做作 但是对于玩了30年 日式游戏的我来说 这些动画当中 大多数都能忍 只是呢 其中还是有一部分作作过了头 比如这一段 上海滑鸡团被击败后 女主和上海滑鸡团的一名女成员 两个人抱头痛哭的桥段 我还是被肉麻到鸡皮疙瘩 全部掉下来了 几乎不敢直视 可是呢 这些动画都不允许跳过 不允许跳过 不允许跳过 新一花大战到底好不好玩 就留给时间来评判了 不过当年 确实有很多精彩又好玩的游戏 其中大风刺 对于我来说 特别有意义 当年和桃子恋爱的时候 大风刺和武林群侠传 剑侠情缘一道 架起了我们之间的桥梁 关于这些故事 我会在今后分享给大家 记得点个关注 老孙会不断更新的 同时空间里面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